那么好,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在家庭眼狼当中 兰花是深重好一些还是浅重好一些 所谓的深重的话就是植料完全覆盖甲铃颈 那这样子的话,甲铃颈周围的话 环境相对而言的话比较湿润 从而的话可以提高发苗率 但是病菌感染激励提升 容易发生软腹等疾病 那所谓的浅重 其实是甲铃颈完全暴露或露三分之一左右 这样做,甲铃颈周围能保持相对干燥 细菌感染激励降低 软腹及其他病变也可以有效减少 但是因为干燥,发苗率的话就会低于深重 那深重浅重的话有利有弊 我个人建议的话是新索在家庭眼狼当中的话 可以选择浅重 那如果是说有经验的男友的话可以选择深重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没有点关注的男友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